11月15日有网友晒出在三亚机场偶遇迪丽热巴的画面 黑色系穿搭新衣服的热巴清爽酷撒 正在等待核酸检测的他 时不时差要歪着脑袋看向正在做核酸的人 俏皮又可爱 不过等到了自己的时候热巴似乎有些害怕了 吓得蹲在地上好一阵 像几小时候被妈妈带去打针的小朋友 不得不说前一秒还是酷撒欲结 下一秒就变成奶蒙软妹子 这反差忙也是过于可爱了 而此前两天安托拉贝比也已经到了三亚 同样被偶遇在做核酸 但他就相对淡定多了 而且全程素颜 在现场的网友大赞他的素颜太能打了 据悉此次现身的热巴是为了参加16日的志足GQ年度升典 其中热巴的出场可以说格外新颖 网传他将要在盛典红毯上拿着小花瓶出场 然后走到中间摔碎露出长腿 值得一提的是在志足GQ年度升典上 0028将和羊羊同框 今年因合作了一部大热剧 让网友们磕上头的两人 再度同框真的是充满惊喜意